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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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活了自己的码头 又克制了对方码的出路 那么当务之急 其实黑方也可以考虑 采用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对对 因为你补视不是最急迫的一招棋 补视的作用 对 这是你的权利 而且股市通常为了出居 那么你这个居现在已经出不来了 所以不差这一步棋 可以先考虑吧 可以考虑先攻起来 足气经营挺起来 对 这招棋比较好 那么 但是这个阵型来讲应该是红方 对对 红方更舒 更舒展 对 没错 那你看他现在没走之后 红方就攻起来 红方阵型更加的舒展了 那你以后再想对通三七组 你就只能居八进四 这样来交换打通群和 但你居八进四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都会被人家居一平二抢进出居 来抢队一下 对 抢队你就居到没好位置 所以显得稍微有点尴尬 是 刚才要是更理智一点 可能足气经营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这个时候退炮 退炮 炮退炮 这种其实像一般突破这个风 类居出来的 有几个办法 一个是对 对 还有一个可能是有这种打 对 浸泡打 浸泡骚扰一下 你踩进去 我再出局 他先抢一手先手 对 你补个试 我再回炮 以后在这边打 是有这样的一些手段 如果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这时候打 就比较好了 对 没错 因为它浸泡可以打的 可以浸泡 就比如说这个样子 你再打 比如说可能这时候插一手棋 对 插一手棋 插一手棋 比如说我们就是补一个试吧 登进来 不是 他可以再去考虑做这个 对 下招局平寺是有通道的 是 其实差点意思这个地方 这样走了以后 现在有点尴尬 你再打 有点尴尬 就先回 先回 先回准备炮 逐三了 是 平派 黑方也贯彻作战意图 先对了一下 对 对炮 慢了近期 那么你这一先手之后 主要是为了抢出局 对 红方也处 G9-8 G9-8 以后有这个 G9-8 对 这个棋 其实这边 黑方显得有点单薄 是 以后还有这种鞭马进 就类似于这样的 对 对对 比如说人家提个横居 什么 都少会看出来有一点隐患 像现在虽然黑方 两个G都出来了 但这个马是已经 吃了比较大的窥 是都被压制住的 对 这两个马好像一时半会 都很难 都不知道 活跃出来 是吧 对 其实像其布局在子力协调的过程当中 这个炮和G1都是比较快的子 它更容易出 那么什么这时候显得重要呢 就是马是否活就显得特别重要 对 所以你看红方这两个马明显就太舒服了 对 黑方也是要活马 嗯 直达近似了 对 对 红方 G1-2 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 就是一个惯性的一个下巴 就像我们说 你身后学会G1 我能抢先对一招 我就先跟你对一招 其实也是这个棋手在事后拆解的时候 跟我们交流说 这个棋可能如果更含蓄有力一点 可以考虑一下抛弃退1 我认为这招棋较为有力 以后比如说有这种棋 有G1-1这种侧应 G9-7 G9-7 这种就比较强势 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硬朗的这种一个下法 比较含蓄也比较硬朗 对 那他现在G1-2 不会要我下 我可能这会也会 对 直接 一般都会考虑 惯性思维 就是你讲G我就对了 G1-2 他G8-4 你看刚才如果这个泡在这儿 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对 你很多 包括你这种棋都有了 是吧 这种棋都存在了 所以 G8-4 那 这个时候 他只能换掉了 对 B队 P6-7 G2-2 P4-2 要杀 不比较 他 足七进一 对起来 这个倒也顺势 对 顺势把这个马给活了 倒也还好吧 我觉得下的 红方 这个时候 如果要接受队这棋可以说就没什么 就会只是多一个兵 对 就没什么那个大的便宜了 像红方也是就是针对黑方马不活这个弱点继续给你施压 不让你很轻松的去解决掉 对对对对 就是让你的那个小毛病永远放在那儿让你有点不舒服 对让你有顾忌 嗯 黑方冲掉 我继续冲掉 G2-3压 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 红方其实下的胆子挺大的 他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对居 是 对居之后你还得以后高向飞人家 嗯 黑方下兵 对居也都可以 对 这个对了 嗯 当然除了这个平去对啊 这时候反正还可以考虑直接下 对 你如果吃回来我就马活了 你要吃马我就给你换了 反正局势平稳 你多一个兵 对 多一个兵 对对 好的不够多嘛 对 嗯 因为物质还没有那么厚 嗯 他这个时候下的这个盾 继续 对掉 对掉 嗯 这时候也是一样 对兵 下五兵三兵了 但是 这个棋看起来你说还是红方好点 但我其实觉得红方应该这种棋不害兵 有线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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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好 嗯 可是 这棋下的也挺有意思的 一方比如说 跳马 或者回个相 是 他有什么招啊 要我觉得 你就是G9平8出一 那G9平8肯定要走 嗯 他这个实战下的G4平2 其实我倒觉得 G4平2 其实 不一定有那么重要 对 我觉得回个相 出马以后这么对了 算了 出马可以对 也没什么东西 可以在G4进六 在吃这个中兵 或者叼住他 对对 以后就是回相出马 压进来也没问题 嗯 就小心回向之后 红方刺激的马基 有这一步骚了 就可以了 你回向 其实也不怕他往里进了 对 这个时候不怕他进去 这档马是黑方跳出来 黑方几个 对对对 舒服很多 对 然后他 我觉得可能太顾忌他 以后这边的一个闪击了 还有就是出居 所以黑方这时候吓得有点 一直在针对红方的G 对 我觉得他一直想控制他 就是 嗯 怎么说 就是感觉上不够勇敢 在这个局面处理上 是 其实他这个剧出来 是不是有那么可怕 这个是值得商榷的一个事 是吧 对 他现在下了一个G4平2 就是来控制他 你看这样其实 从这个 黑方一看 红方一看 我这儿出不来 我边线 边线突破 我还是可以 其实现在说起来 就这条线比较大了 这条线很大 断马 然后还能过冰 是吧 就几个作用 然后这个时候 嗯 G2进4了 G2进4呢 这部棋啊 就是都是我们 常规的一个思路 对我们觉得这个棋 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 但是可能就是 还可以考虑以后 比如说我就放在这儿 你过来之后 我就卡在这儿 比如先回个像 你过我就卡在这儿 你冰冰无处去 哦 那可能也是管掉交换 僵尺在这儿 也是一个办法 对 反正他这个下的G2进4 嗯 就是黑方没有抓紧 针对跳棋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损失还是比较大 非常大对 他还是冲了 就还是不怕跟你对 就是红方主动选择 这个局部换掉了 可能要后心对自己的残局 残局比较有信心 对对 而且多一个冰 对 而且这个棋跟我们 呃 以前讲过的一盘棋 有点像 就是他多了一个冰之后 他位置好 对对 对 你看都是双马炮 但是他位置好啊 而且很巧 对完冰之后吧 打你的马 他这部冰你是拦不了了 对 你比如你回像 他冰过去了 对 冰过和没过 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了 对 所以他这个棋很尴尬 他这个时候出 出了 这个时候马三斤四了 拱 一拱 没有躲马哈 他就选择对炮了 对炮了 他想简化嘛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这个 因为团体赛 是每队有四名棋手出战 嗯 那么这个杨红欣 就代表的杭州棋院队呢 有这个外援 黄海琳相机大师 也是广东队的这个主力棋手 然后杨红欣 这都是比较强的一些 一些看阵波 这都是打向甲的一个 一些非常强的持手 实力雄厚的持手 对 所以我觉得梁慧远呢 可能在下的时候 心里想 我这盘就有后手 我如果能顶和 是很理想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是一个心理的预期 所以你看他这个 巨四平二这种招啊 就是有一些 这个缩着下 就不是下的特别积极主动 但是这个棋呢 因为他这个 每一步都退让 就成就了这个杨红欣后面的 对 反而有可能会你的 对 打掉哈 你看这个棋 去收 去控制 嗯 跳出来 对 他马三斤二了 嗯 马三斤二 马三斤二 对 马三斤二 对 踩冰 平衣服 马七斤六 踩中斌 马一腿三 像这种向尖马都比较好 对 太厉害了 向三推五回 先是走了一个先手 吃马 马六斤七 但是你看这样交换之后 那个族被人家钉死了 然后这个兵你还没交换到 这个棋有点 这个中族有点尴尬了 有点尴尬了 对 下兵 嗯 盯住这个黑族 奔族 嗯 跳 对 这个残局就是运马的残局 对 怎么把马位运到 运到地一方 就是还得多吃来一个族 双马兵不能赢双马 就还再吃来一点 再吃一个族 对 双马双兵应该是 双马族应该也是要有赢的 对 对双马族的赢的机会也是有的 你要是双马的话 就赢的机会 基本上就是 嗯 像七进九 马一进三 你看那这个旗 就是一直吊着你 我现在要平足拱 嗯 直尺 对 十五斤六 就是下餐局 对马就是 用 用士和像 有时候会经常来变马 对 来变马脚 这个也是能够经常看到的 对 这个器也很巧 你看刚才那个变完了 他也拿这个来变 对 别的意思就是我以后一蹬 你现在要走足九斤 我一蹬 那个足我就白吃了 那你交换不到 对 让你永远交换不到 像五斤三很老练 好像十六斤五补一个 像七斤 都补一下 马七斤六 可以的 着急交换掉这个租物商 对 马七斤六 成功这么跳马来 对 马三退四 你看他守住 就以后盯着你 怎么把你的租白吃 他就要白吃这个 对 他就是白吃 马三进四 没办法了 就是你不放弃这个棋也很危险了 以后这个棋可以考虑 人家把你拱回去 对 再往里入马 什么这个 直接可以 他所以他就直接 而且这个马尾也不好 对 很危险这个马尾 以后都容易被钉死 是 嗯 马三进四 十四 十五进四了 不给你换 嗯 马六退八 又转回去了 他要换这个兵了 对 他要换这个兵 然后 中兵他已经放弃了 我觉得这时候 马三进四的事 对对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然后交换 嗯 这个残局是 红方式 应该走好了 是必胜残局 对 那么下到这儿呢 这盘棋就是 后面反正 姚姓因为确实也是出道 在江湖上行走 我觉得 很多年了 十几二十年了吧 对 非常非常的老道 确实残局也下得非常好 就后面的招 思思入扣的 就是 梁辉远最终也没能抵挡 杨恒心的进攻 那么这个杭州棋院队 也向晋级又迈进了一步 是的 那一会儿呢 还有一盘对局介绍给各位 那观众朋友 这盘棋为大家带来的呢 是杭州棋院队的潘正波队阵来自这个厦门海逸的陈鸿胜 是本次比赛当中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 好 我们之前跟各位棋友介绍过 这军选赛有四支特别强劲的队伍来中奖 一个是赛门海逸 一个是中国企业航州分院 中国企业航州分院 然后还有山西旅梁六剑 还有这个开轮股分队 四支队 那么这一盘棋呢 第二轮的一场比赛等于是两强相遇了 就是这个棋呢 我们经常参加比赛的这个朋友们可能知道 就是强者和强者队的时候最怕输 这个打平了后面大家都还有机会 只要一输其实就前途挺严峻的 就不好追了 对对就不太好追了 就你输给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这盘棋我们来看 最近双方也都是两个大师 对两位大师 对 那这盘棋是潘正波之红棋飞下 潘正波以前呢 最好成绩获得过个人锦标赛的第二名 那陈宏胜呢 应该是获得过亚洲的少年冠军 对陈宏胜跟我是同一波学习的 对学习长大 还在读大学 对 宏胜还在上学 他的中局是很细腻很有力量的 很有力量的对 炮八平五 嗯 九重炮 那八进七 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应该说 造法都很公正扎实了 嗯 马二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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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九平八 巨一平二 足弃进一 下成了这个先手反攻马的一个 先手屏风马的一个布局 这样其实有环温城像 宏击仙人指路 嗯 然后黑方环中炮 环中炮的这个起 对 像其实布局的转化 也非常非常像这个 就是中炮对屏风马 嗯 那么你等于多走了一先手 然后都补了一张箱 然后飞下 这象棋很多布局呢 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融会贯通的 对对对 所以对起手的要求就更全面 你要对很多个局型都有自己的那种认识 对对 嗯 像三级五 它现在马七进六 黑方 啊 现在走了一个炮八平七 这个是 要炮二平三 针对鸿方这个 马 对 下不叫直接先手 对 外马封居 七进六 黑方下很积极 就快马了 嗯 快马出击 把你这个马 逼离的话就直接 直接就往上铺了 其实它稳健一点 也可以考虑马尔进一 或者是 对对对 炮五平四 都可以 都可以 是 红方 是 嗯 这个时候可能黑方 这个我记得有旗友介绍 说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就是 长一支 长鞠啊 你打了有一个平鞠反桌霜的手段 如果你边马在灯它有一个平炮 吊住 嗯 对 有这样一些旗在里面 就是一些局面战术的话 对局面战术 它可以直接 把鞠躬 捕 捕 捕一手石 就把鞠躬 捕进来 其实在这一代黑方已经 占领了这种局面的 所以占了一些 空间优势 空间优势 对对对 它等于 你看这马 鞠躬都已经渗透进来了 嗯 像这种按住你就不能这么对了 对对完以后把中硬 这个脱根了 对 如果这马在这儿是没问题的 你泡二平一 这可以 可以 对对对 这时候鞠躬 冰酒进一 那么这时候以后有鞠躬进三 这很像 很像进三兵 对 平马进三兵的那个棋 就是边线上 就下的比较硬 我觉得 嗯 不理我可以打 打了以后 我再泡三瓶酒 再往下下 嗯 像这种时候 它这个振性也是不舒展不协调 对对 这边太慢了 它这边太慢了 但是 你看它拆开之后 以后比如说 飞个像 马尔辛斯 这么拐出来 对 自己调好形 这个马很大 嗯 所以它这个泡瓶酒走的 确实挺有想法的 对挺有想法的 嗯 实战它这时候对居了 对 对 这个对掉 对掉 要吃掉的话 就让红菊太火了 嗯 这个马有根嘛 吃的不是先手 对 所以吃了之后有点难受 G2进6啊 什么 G2进6的这种 嗯 吃了 灯下来 嗯 泡酒精细 黑方也 也不迟疑 吃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也看 泡瓶瓶的必要 就是也防止了你这个 底炮这条线 对 对 就是还要打兵 对 对 你什么态度 这时候 红方实战是马尔进4 他马尔进4了 嗯 感觉可能马尔进3 会更正一点 更工整 更工整 而且是不先手 哦 马尔进4 马尔进4 让黑方又 接力又调了一下系 哦 这一打太舒服了是吧 你这个 没法电炮 他是不是你马尔进3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点担心 你比如走个炮酒退一 对 你就登进去算了 登进去他这边反正也有队 也有队 嗯 但是我觉得这棋红方是阵型很工整的 应该不怕 但黑方这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满意了 可以满意哈 嗯 对 实战呢 他这马尔进4 实战是这样子 就是 他认为反正我马尔进4 你肯定不会主动走炮酒退一的 是 对吧 你这个棋肯定不会走这个 我看看你黑方反应 但黑方这条线很舒服 又打了一下 可能潘正如大师跳这个马尔进4 是想多增加一些变化去传斗 对 泡酒平8 顶住 这个N住嘛 不让你舒服的对起 对对 对起来红马一腾出去 红马要跳到这个位置 红马太舒服了 对 N住 嗯 帮8进7 其实这个棋 你这个区域也是没找到好位置 对吧 你这条线被人家随时以后有过兵 有过兵就要比较烦 是啊 那你要放这儿这么走 就没那么大意思了 所以他这个棋 觉得少了编足嘛 但可能我就实际上 会不会还是长期的好一点 可以考虑走这个 好 走这个你就赶紧出来算了 这个化解一下 但你看他中兵土根 中兵土根 中兵这时候可能 顾不上了是吧 那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可能稳健一点 还是马尔金三 起码中兵土根 马尔金三比较正一点 是吧 中兵一心忽不在说 这个棋以后 就算人登进来 你也难受 这个他下的是登记 这个了 对 登掉兵 黑方跳马 你看这个棋 红方下的 这个 这个 这两部棋跳完很巧 这个黑方这个鞠 红方是 就是先手拿出来 没法再拦住了 你这个时候不能再回来了 回来 这马就出来了 这就直接踢出来了 对 那这个棋呢 红方又有点不甘心 就是你出鞠 我如果让他 这条线他觉得太大 我的鞠没位置 所以他宁可被牵 无根鞠炮 他就走了一个鞠 他要封住 鞠9平8 对 相当于红方最爱是 想马炮来封住鞠 这个战略意图也被破坏掉 对 他就宁可被你拖住 然后用炮去挤压 这个黑鞠 那肯定要牵住 对吧 封过去 对 他宁可这样下落 但是可能会面临以后 以后要死 一般的局面 其实这种无根鞠炮 能封住的话 是互相都有一点 就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你不好补棋 它可以先用打击 打击 但这个棋 其实黑方这面的便宜比较大 红方反而显得 对 都是有很好的后续手段 对 而且你可能随时以后 被人家有串打 这种 就比如说退炮 比如说像 钾啊 对 这一步 对 你说打你 你拱兵 他马跳了 对 你这炮也会怎么处理 我随时换掉 把兵一踩 你这炮被牵死了 是 他会有一点难受 这个时候黑方已经占据局面的主动了 对 对 这几步能体现出陈文胜中局是很细的 先把你马 他是先踩 先踩到兵 对 他先踩了 这样子的话 他是有一个打马踩炮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得子 有一个闪击 所以他还得先避让一下 对 他是退炮 其实这棋黑方真的已经占了好大优势了 已经占优了 就是足太多了 位置也好 位置也好 关键他有进攻手段 对 你红方把子都吊住了 你没有发展的这个前景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马就这么纠结的 这么上来上去的 真的不如当时就软软算了 是吧 对 所以这个黑方他要找自己的突破点 他要把自己的空间子位的优势去进一步转化 然后 他是先打在这个马 对对 马二推三 二推三 对 然后他很强的 再打这个马 他会炮 他这个战事手段很细腻 就前炮推三 过兵 对 他这棋可能不怕过 你就过完了这个 你过完也动不上 以后这个无根巨炮也动不了 对 他要稳一点 还能把你兵直接打死下 对对 但他是走得很凶悍 他就马戚进久了 走得很凶 是 他就这边跳江 这边一第二句要绝杀的样子 是 这 红方已经 确实太难受了 这个棋 走炮 这个棋 我觉得走炮的话 他是不是先定这个 也不好动 但是 但是妙就妙的 你看你这条 你没有这种手段 就挤 插上来了 有一个具体验叫 马逢鞭壁王 就是 比如说他马跳的边上 路非常窄 被人家拘一夹鸡 或者有籽一夹鸡 这个马很容易被吃死 比如说这个炮你没有 比如你这个炮在这儿 这种以后可能随时就有回向 捉死这种马的手段 但是呢 巧就巧的 黑方的这两个炮 把你的这个二楼线给封住了 你没有子能够挡住这个 对 挡不住黑方这个 这个马脚你锁不住它 你如果先避让吧 人家肯定 我觉得子中 这马脚已经箱子了 你也难受 对 这个棋 这么走 黑方很简单就一定 对 这红的 这打炮啊 这边怎么办 永远动不了了 这两边都不知道怎么 对 很被动很被动 现在太尴尬了 这个满七斤酒之后 所以他无奈 马三斤四 马三斤四 他也怕嘛 他就直接浆 他就直接浆 嗯 出来 很简单的一台具 对啊 要杀啊 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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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即便身居电居 他也因为那个炮 还可以再浆 对 就是以后 什么这种重炮浆 各种手段都有了 所以这个 太可怕了 比如一浆 那边一闪击 还丢着炮 嗯 据二进一之后 他走向退散 嗯 嗯 其实这回就是可能 那个 你觉得有什么更弯强 你觉得有什么更弯强 可能看不出来就是 只是觉得黑的要僵了 对 但是 其实你可以再细看一下 就是 红方他是没有好的手段 来应 来应 就是他没有办法化解这种危险了 嗯 这种其实红方的子 子力位置很差 然后 黑方的鞠炮都通 你这个 其实 他这个实战也像这儿 我们看 也就快认输了 这个 鞠二瓶四一降 红方就头子润腹了 其实那 所谓头子润腹就是我们来看 你随便走一走 对 垫马 我用炮再一降 这个是战术的问题了 你无论 无论怎么走 我边上一闪击 那个炮就先丢了 先把炮丢了 即便没有这种闪击 就是以后壳里采用的 比如说 虫炮降 对 这种各种手段 应该说就是 防不胜防的一个局面了 是 所以下到这个 鞠二瓶四江的时候呢 红方也只能就是 对 又很爽快的认输了 这个棋 那么这一局棋呢 等于对冲 把个队对冲 夏门海一拿到这一场的 比赛胜利之后呢 后面接连碰到了 山西队和这个煤矿 等于在前四轮 就是三胜一瓶 获得了一个晋级的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大好局面 对对对 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也给各位棋友 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嗯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好